嗨,早上好,铁士们,我是洪生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录音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行字楼吧 刚盖好,然后还没租出去 对面呢就是柳刚 这个对面就是柳刚 看一下 这个很大一片 都还没装修 然后这个对面 这个对面这几个大烟冲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柳刚 我昨天的车子呢 就是在那个对面 在那个对面那个地方去充电 现在把车停在那个底下 就在那 现在呢就 我要去把帐篷收拾一下 昨天就躲到这个角落里面 在角落里面呢就是比较安静 一个是因为外面的雾 雾气特别大 那我就特意找这样子的一个房子 在这里面 因为雾气不大 这个才不会潮 现在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现在东西都收拾完了 就准备下去 然后到了这个柳州了 那就得要去吃一碗正宗的这个柳州螺丝粉 现在出发了 这个就是柳兰最正宗的这个螺丝粉 这个配料还是很多的 这个螺丝粉味道还是有点上头的 这个这个看起来还是很不错 真上头 我的天哪 这味道真的是很上头的 吃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特别上头 哇去 这个今天的路真的是让人很崩溃 一路都是这种烂路 烂得很 要不是有这种大货车这么多 我真觉得 我真怀疑我是走错路了 你看一下 昨天跟今天的路都是这样子 特别烂 昨天有太阳还好 今天阴天 一整天都在阴天 现在这个是四点钟的 下午四点钟 这感觉就像六七点的一样 天都快黑的那种 路特别烂 看一下路烂得很 哈喽哈喽 铁师们晚上好 我是红尘 我已经到了桂林的永福县 现在呢 是在永福县城的 这个是 我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在永福大剧院 现在在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呢 就这个帐篷就搭在这个房子里面了 现在这个剧院呢 还在还没修好 还在装修 然后 这个门没有锁 我晚上呢 就先暂时借住在这里面了 因为 这个 最近在这地方天气不是太好 经常在下雨 外面没办法露营 只能是找这种房子 在这种房子里面去露营 那现在呢 就是 到这个后面 这个后面呢 是有一棵空地 到那个前面 找到了一个空地 在那边做饭 刚好旁边有一个卫生间 用水也方便 那现在呢 就把车子弄过去 去那边做饭 然后在那个路灯底下 刚好可以做饭 那个地方也方便 可以照得到 不然的话 我没有灯光 也没办法做饭 现在过去弄 就在这个路边呢 然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厕所 等会呢 菜什么东西的 可以在那里面去洗 然后也可以在那边拿水 车子呢 先停在这个路边 然后 在这个围墙的里面 有一个空地 刚好接住的这个灯光照下去 这样子比较亮一点 今天的走了有133公里 然后这个太阳能板 基本上是没办法充电 因为一直都是在下雨 跟这种阴天 几乎是 那个没办法充电的状态 看看这个又弄得这么脏 今天走的那个路太难走了 太烂了 特别车子弄得特别特别脏 这个这个电池的两个电池 已经都没电了 这两个电池 那边的那边的大电池 那边的大电池 那边的小电池 基本上都没电了 这个电池已经 看一下 只剩下40%了 这基本上就已经是属于没电状态了 现在那就去做饭了 肚子好饿 今天就在这 借着这个灯光 这个这个灯光啊 就在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做饭 这是一块空地 然后晚上的露营点就是在这个永福大剧院里面 就在那个位置 这栋房子里面 现在来做饭吧 肚子饿了 今天买了一些 额 蒜苗 今天路过菜市场的时候买了一些蒜苗 买了买了点蒜苗 然后买了一块猪肉 今天晚上来用这个来炒 猪肉来炒个蒜苗 好 桃米做饭 先让我安上了天 错综的街道隐藏着虚伪 每天更换着面具 人海中轮回约 似乎不愿尝试真实的滋味 好 只需在寂寞中徘徊 哪怕是梦想里行事温催 也要做一盒间的流浪的旧鬼 太多的成熟都是泪 曾经的执着太河背影 就是一个 锅盖 就不可以 锅盖 锅盖 烤焖 烤焖 把肉拿来洗一下 心中有个魔鬼 在不断做岁月 总在为我制造莫名的伤悲 继续在孤独里陶醉 继续在寂寞中徘徊 哪怕是梦想来行事温催 非要做一盒间的流浪的旧轨 太多的成熟都是泪 曾经的执着太可悲愿 纵然是想想又捉上心扉 也要做一个平台潇洒的旧轨 这个肉跟菜都切好了 等着这个饭熟了 然后就来炒菜了 旁边是一个建筑垃圾堆 还有很多木材可以剪的 或者是剪了一些木材 放了木材 放了一盒 放了一盒 还只能炒菜 纵然是想想又捉上心扉 只有足一个 这个牛 这个 这个 肉都掉了一块 好 好 辣地 就是 油给它煸出来了 来点酱油 爆香一下 再来点蚝油 再来点盐巴 OK 炒一炒就准备出锅了 出锅 炒肉 这个蒜苗炒肉很好吃 今天在港路 几乎每天都是只吃一顿饭 但是明天就好了 明天就可以到桂林了 到桂林的话就可以一天三餐正常吃了 炒的蒜苗很香 这边烧了一点开水 这一天一直都很早喝水 吃饱饭了 这感觉真爽 嘿嘿嘿 吃饱饭了 吃饱如